大家好,我是Uncle John 今天又到了我们随属的时间 我们随属,我的市场还没有看 我们就看市场有没有随属 土博士可以拿一拿 来吧,火系 通常土博士我都会拿 像这种随属的,我的现在钱都还可以控制在哪里 召唤券便宜的就拿了 OK,好 所以 好,我们先看我的英雄 在这当儿,我的这个 我们这里 要神星的话,就需要一只这个 所以我已经制造出来了 就是这一只 我可以把这只当这个 所以我需要另外一只九星的 这一个素材 暂时就还没有做出来 看我们可以不可以今天 最重要是抽到这个长强之强 我们就进入这个召唤吧 20抽 我们有20抽 看我们顺利就召唤了 1抽 2抽 3 4 5 来 哎呀 不错 不错啦 冰雪之灵 可以 不错啦 所以我卖9抽 来 雪宝兽 再来 看背包 没有 没有了 所以今天没有 可以 再来看背包 然后 其实输出的话 其实这边应该有一张吧 这边有一张 输出 核心熊自选 这边有一张 应该就有两张啦 然后这边神医补给 这个星期也是给 这个 呃 不过这个星期是坦克 这个是坦 核心出处 所以 全部都是核心 哎 这是坦克 所以 我有三张核心输出 自选 核心自选 核心自选 所以我的核心输出 那边应该不是问题 所以现在我是要自己 自己来 制造一个 所谓的 九星 九星的这个素材 九星素材 我看我够的话 我尝试这边用 火薯吧 还是这个 风薯 所以我们先做 普通做的事情先 应该是可以啦 应该是其中一只就可以 升九星了 只是看我要怎么去 打吧 既然这样我们就把 费招木招一招 这边有125张 其实还可以 要不要我把这个先抽干吧 很好水的素材 很好水的素材 所以水是不是比较容易抽中啊 大家可以留言分享 你们每次都是抽到水的 所以我发现到我水的很容易抽齐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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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3抽 这次好像很不错 每次都会有一只素材 2抽 断剑取尸 水的很好 最后啦 最后10抽 素材大增加 今天有提升 怎么素材好多 先抽1张 2张 可以抽到2张 海屋 水的 我希望是异样的 就决定了 黄猎守护者 够了 不然等下会过多 就讲我的爆满 OK 我们再来 碎片合成 碎片合成随手 来两只 看了吗 哎呀 没有 随机碎片 有来两只也是随便的 其实呢我们可以做 所以我觉得我先来做啦 我们先来做 随手 因为我随手还要继续升上去 所以随手还要升这个暴雪 冰 我要收这个 所以我随手 我是打算随手拿这个 留长穹之枪和冰盾 我是打算这两只 然后火属就拿龙击 因为我只有龙击嘛 可以拿龙击 然后这个当然就是拿时光 拿时光之主 然后这个的话 我是有这个元素之主 但是这个之后我再看怎么办 所以因此我为什么不打赶身 我的这个微笑是这样 所以这样我就有五只了 因为光太难养了 所以我不能不能同时养两只 其实我也是有这一只守护者 所以到最后的话 我的这个阵容应该最后啦 最后的阵容应该是类似 这个应该是这个没有吧 这个我的阵容最后应该会换成这个时光 没有我会换成时光之主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 我的最后的这个 什么阵容 至于这个元素之主呢 看啦 我看到时候 我先把其中三只身上去过后 再讲 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跟我分享 或者是可以跟我说 你这样子身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先去 试试看吧 我给我试试看 升九星的这一只吧 先把这个 这个吃完的话 我就 是怕不够了 不要紧啊 OK 升星 三只 吃 呃 等一下 所以它有两只身心 所以我另外一只还要吃的是这个 啥 所以这个要驴子 这个火的要驴子 所以我先 所以我可以吃这个要驴子 吃自己 先吃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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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升星 九星 九星 啊 然后 然后 这个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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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锤子 就不了了 多有 那就两锤 没什么吃 没什么吃 哎呀 没什么吃 没什么吃 随便吧 这里一只 都不知道够吗 都不知道够吗 所以我现在要把我的素材全部全面解放 怕不够 不够 我死了 OK 应该是OK吧 这个 OK 所以就要做這些東西了 誰 我要四隻啊 七聲音 所以我就记得他是要吃一只这个 然后再吃三只 不一样了 我还是留一只吧 够了 素材真的有点不够 八星 这个应该还好 这个我还可以吃到 只是一只 他需要一只 所以我 这只生败吗 我好像没有了 对了这个没有了 哎呀 这个也没有什么足够 这个可以吧 我可以吃三只 补这个之后再进了 看来我的素材方便还是不够 OK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的素材 还需要再整理 火属的话就要不要点我们先看 OK 使用 OK 这里可能我就拿这只 自选核心 这个就其实蛮可惜的可以选别的时光 这个可以成死狂之主 可以成死狂之主 可以成死狂之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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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在这个情况看来的话 我已经有了 我已经有了 随手的这个我也是有了 现在我只需要一只 这个九星的这个 所以九星的这个呢 我会 我会用 这个 这个 这个要生九星的话 他需要一只 然后另外两只 他要一只 有 要不要牺牲 好吧好吧 我就牺牲这一只 再吃这两只 自己把自己吃掉 之后我再补回去咯 好啦 我们今天 就 用这种 必死 伤自己的 决心 所以我们这个是真的是 自己 伤自己 不要紧啦 我这个有了 然后我现在直接这个有了 ok 好 来吧 我的第一只 十星 的苍穹 好伤 好伤 所以 接下来 要死一星就 没有这么点三了 所以我十星应该 我就 升到这里了 下个星期开始 我看 可能我这个 就要 看 这个 应该可以升 这一只 可能我会做 这个 系列 所以大家可以留言分享 在无克的情况之下 怎么才可以 不然的话 我是打算下一只的话 我就要开始 换去火鼠 不火鼠 给我用了蛮 伤的 所以我应该会先 生死空 我应该会想办法 把死空之主 弄出来 或者是别的 所以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就可以跟我讲 因为这边蛮多素材的 其实可以 练出来 所以 这个 这个 这个我还是可以生的 所以我就有一只 因为我就有一只 这个已经生到了 十星 剩下的 真的是 无克 无克账号 无克账号 现在 从 有的角度来看的话 下一只可以生的 就是这一个 这一只 冰雪女王 冰雪之灵 OK 火鼠的话 大家可以留言 分享一下 但是 我不一定会照你的意思 所以 所以 请你原料 如果我没照你的意思 走 因为我也是一个测试 所以我刚才 已经牺牲掉 我的一些 素材了 所以在短期内 应该是 补大回来 所以我自己要思考 可以 你们可以给我一点建议 给我们看这个账号 怎样才可以走得更远 这纯粹是 以大家分享 OK 所以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